柯文哲講這些話可以證明說 柯文哲這個人毫無人性不講義理 而且更不用說厚道 四年前柯文哲的崛起 那如何打敗連勝文 不管段儀康也好 我們民進黨其他的議員 大家都盡了權力 卯足權力挺你柯文哲 那你當時你柯文哲是欺騙我們說 你是墨率 是這樣子 我們民進黨議員包括我 包括段儀康他才這麼支持你 我覺得段儀康對柯文哲提出的問題 完全是合理的 因為柯文哲自己他要 對兩岸關係做發言 那他就要接受大家的質疑 那他也必須要說清楚 自己為什麼說這個 台獨就不可以在中國賺錢 因為他的說法 如果你把他的名字蓋起來的話 你會以為是黃安 或者是王秉中在講話 那大家都很驚訝 他怎麼會有這種說法 所以他自己要把問題回答清楚 那不是用這種沒禮貌的方式去回人家 你柯文哲一而再再而三在各種場合 各種人家其他我們政界的人沒辦法回應你的場合 你這樣子用這種小人行徑在那邊說三道四 所以要我是段一康我也是問他說 那你講清楚是誰嘛 你不要在那邊含沙攝影 因為真正有背離台灣意識 背離我們台灣價值的是你柯文哲啊 段一康基本上他是新潮流的 現在是掌門人嘛 所以我們知道他不信所承諾是因為那個氣棍球是太大了 吞不下去 不過可以來做這種沒有麵粉的氣棍球 這個做成氣棍球他就吞得下去 那柯P呢 這是一有守旨 柯P 這是柯P的出師表 柯P要阻擋跟出征的出師表 所以他挑起新潮流的最大要角 作為攻擊的目標 他現在的網路聲量明顯是下降很多啦 那而且他因為他想要選總統 那目前看起來綠軍的話應該都會歸隊 所以他只有往藍軍那邊去挖票 所以他會在兩岸關係 美中坦關係上面講一些讓藍軍聽起來比較爽的話 或是讓中共聽起來比較高興的話 那我認為這是他的戰略目的 他這一次浪浪唱唱連滾帶爬的連任台北市長 他應該好自為之 他收心好好放在台北市政 因為這個是他虧欠台北市民的 可他不 他還是無心事政 還拿台北市長的光環資源 要幫他謀奪政治的大位 所以這個傢伙 你除了政治野心以外 我看不出柯文哲有任何什麼 我覺得真的喔 人家說過年了啦 沒有要跟他說那麼難聽 我們男子漢跟男子漢來講清楚 沒有你柯文哲這個小人說三道四的份啦